选战倒数计时桃园市选情相当激烈 那么根据林传媒公布的最新桃园市长候选人支持度的网络调查 其中国民党的张善政是以46.35% 小幅度领先民进党建议棚的41.3% 今天上午呢张善政他是前往了蓝营的铁票舱 华勋市场来扫街败票 也遇上不少的热情支持者 而面对蓝绿双方线针对台积电设厂龙潭争论不休 甚至现任市长郑文灿也加入到战局 张善政他用实事求是态度表示了 他说台积电目前用地还没取得 若他选上市长一定会努力把用地取得 幕僚还没喊支持者已经大喊动算 上午八点不到张善政就现身华勋市场败票 固守蓝营铁票区 有粉丝安全帽都来不及拿下 也要来握手 选战倒数 传户国神山台积电落脚桃渊龙潭 却先蓝绿大战 我想大家都会期待 所以我现在提出来的是说 台积电到底现在用地取得了没有 答案是还没有 所以继任的市长 我一定会继续的努力去把这个用地取得 如果台积电真的确定要来龙潭的话 我想桃渊市政府 我担任市长 这个是责无庞贷的事情 张善政曾经 欢迎台积电来桃渊 但土地空间不足是事实 如果当选会解决难题 话锋一转 谈到现任市长郑文灿也加入战局 还帮郑运鹏接头败票 张善政呼吁郑市长还是管好现有市政 他从一开始就加入战局了 从林志坚到郑运鹏 他无时不刻都在加入战局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花点心思 好好顾好市政 而现入激战的桃渊 根据林传媒公布最新桃渊市长候选人 支持度网络调查 国民党的张善政 以百分之四十六点三五 小福领先民进党 郑运鹏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三 民众党的赖湘林 和武党籍的郑保卿 分别仅拿到百分之三点九九 和百分之三点五的支持度 有强者横强 落者横落的情况 显示桃渊市选民 正向蓝绿集结的趋势 记得张艺辰王嘉庆 在桃渊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